總統好 謝謝 總統好 一現聲民眾就高呼總統好 敗選陳淺至今 蘇智昌利用音樂會再出發 說是感恩更是測水溫 能切能夠挺他到什麼程度 我更敢愧疚 政委覺得 我一定要更努力 才對得起這麼多的支持 這麼多的期待 蘇智昌一席要更努力 似乎意有所指 未來不排除更積極 這三個禮拜來蘇智人馬頻頻放話 一下子針對總統協調機制 一下子抱怨無奈人選前談話 害中間選民跑票 都有為蘇智昌確認民意的意味 我們 只要方向正確 腳步不停 有一天 我們一定能夠到達目標 我要把這一次選舉的補助款 我要投入超越基金會 為超越繼續努力 蘇智昌首都吞敗 想進取2012沒那麼容易 暫時蹲下是為了未來邀請 下一步的答案很快就要揭曉 應該是必然的 大家到時候一定會問 這也是民進黨十年政綱 要留給總統候選人 最重要的一個決定權 所以這一段期間 蘇貞昌 蔡英文 或者是呂秀蓮等等 有至於2012的人 都要充分的在這方面進行表態 裕如席 這個不管是超越也好 改變也好 我們來看得出來了 對一個政黨它的困局在哪裡 那民進黨今天的難 難在它要超越 超越它過去的利潤基礎 它過去的一些立場 剛才洪啟莊洪委員 特別提到的 用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或者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說了政治要講實力的 今天假設跟大陸交手 不管是經濟方面 不管是政治方面 當你要跟大陸交手的時候 你自己內部必須要先有共識 常常有人說拿了 剛才也在喊了一邊一國一邊一國 我真的在笑了 一邊一國不是在跟大陸的一邊一國 一邊一國是台灣 台灣有人一邊拿了 這個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另外我們拿的是中華民國 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不是自己在台灣內部 已經是一邊一國了嗎 那你怎麼樣去跟大陸交手呢 你談經貿 你還可以說了經貿我們合作 還可以掩飾 還可以回避一些問題 但是你真正要涉及到 未來的發展的時候 你必須要面對這些 所以假設台灣內部沒有形成共識 這就是將 這就是南 民進黨為什麼要改變 為什麼要綠色變成粉紅色 為什麼台獨的路線現在開始要修正 要變成改變成為獨台路線 因為他沒有辦法面對政治的現實 他假如不是這樣子去改變的話 他怎麼去交代 或者怎麼樣走向兩岸之間 真正對民進黨在兩年以後 在2012年總統選舉的時候 十年正綱拿得出內容來 所以我常常說 今天假設我們今天真正跟大陸之間要交手 我們希望我們還是大家有個共識 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一個談判的基礎 中華民國有憲法一中 大家要回避這些問題 今天講了半天都在講政治 在內部我們不跟大陸談政治 我們自己在台灣內部談政治 結果憲法所規定的 大陸跟台灣同屬一個中國 我們從孫中山先生到台北來 也是一個中國 也是要求振興中華 到現在為止 這個是現實的問題 逃避不了 要逃避只有每個階段 不斷的在階段性的目標 階段性目標通不了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改變 所以蘇貞昌先生說超越 超越什麼 他必須要超越他原來的論點 他才能夠去應變未來的僵局 超越基金會要好好研究這個問題 郭大佬就是剛才洪委員講的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跟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是不是同樣的一句話 應該是一樣 我覺得洪委員或者民進黨 這兩個是誰交替使用的 不過就這一點 我等一下會評論蘇貞昌 我先要請教洪委員 因為洪委員剛才講到有一句 是我幾年前我也會這樣講 也會這樣想 但我已經稍微變化了 因為洪委員剛才講說 他希望有一天 國民黨的主席 不一定是馬主席 也許未來已經主席又換人了 他希望這個主席到中國的時候 面對他們可以講說 中華民國或者是台灣 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一點我現在已經 是老化呢 或者是進步了呢 或者是變成怎麼樣 我不曉得我已經不再認為這是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甚至要問洪委員 他們的人來到台北 也不會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是我的一部分 就是說互相不扯對方的臺 我們那個人去了大陸 那個基礎是互不否認 不是 我們去了那邊 他也曉得你心裡頭在想什麼 但是你嘴巴不講 就是對我一個起碼的尊重 我倒是要問洪委員說 或者是將來總統候選人修改後的立場也好 是不是會講明說 如果我當選了 我一定會去北京 對他們的領導人講明 台灣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會嗎 我覺得絕對不會 因為如果你會的話 如果你要的話 你根本就到不了北京 所以我覺得有 其實有他務實的一面 好到此 我現在講蘇貞昌 其實蘇貞昌這個 洪委員等一下他有回答 你先問他先回答好了 因為大家忘記 我覺得基本上 為什麼我們需要 面對中國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表述 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因為中國在整個國際上 他不把台灣 不把中華民國 當作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第二 當我們面對主權的時候 我們不會去表述 中國大陸是我們的主權 但是中國大陸到今天 仍然對外不斷的 而且他重複的表述 台灣是他的主權範圍 我覺得任何當你要跟中國 進行對話的時候 我方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必須要表達清楚 就像剛剛易主席所提到的 不管是中華民國或台灣 我們是一個立憲的主權國家 我第一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是一個立憲的主權國家 這個立憲的主權國家 在台灣有一個充分的民選的政府 它是一個完全民主化的 而且是一個民主鞏固的政府 這個政府是不容中國大陸去否定的 我覺得這是我期待 台灣的所有的政黨 我們都能夠站在這樣的一個立場上面 來面對中國大陸 不過剛才沈道的問題 比較簡單一點的是說 在十年政綱裡頭 民進黨會不會把這個態度表述清楚 就是民進黨未來 在跟中國大陸進行交流的時候 的前提是要到 我當然 我當然 不是 我不是只有到北京說 我們在任何的地方都要說 我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中華民國是一個立憲的主權國家 但是你們到北京會不會說 這在北京當然說 而且也已經說過了 你們會以這個前提到到北京 而且也已經說過了 誰說過到北京 在智庫跟智庫的討論的時候 我們都會記到 我基本上是一個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不可放棄的 而且是我們必須要堅持的 今天比較可惜的 我想我這個地方要說 我想一主席還有在座的幾位 都經常會有機會跟大陸溝通 我覺得藍營多數到 中國大陸去溝通的時候 或者去對話 包括在智庫的對話的時候 都沒有太多的機會去表述 中華民國 並且表述台灣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樣的一個空間 跟這樣的論述 不過宏委員 現在大家關心的不是智庫層級的 這個對話是在什麼基礎上 剛才的很具體的問題是說 如果民進黨在跟對岸的政府 進行交流的時候 那個基礎 是不是要公開的表述 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作為一個前提條件 對岸他都有一個很清楚的 一個政治的一個 一個boundary 就是一個中國的原則 我這樣解答一下 就是一個中國 基本上就是中國的一個 不可撼動的一個立場 所以針對這個一個中國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跟中國對話 大佬剛才問的話是說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如果去北京訪問 在公開場合 敢不敢講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覺得我們只要調一下 陳菊那個時候去大陸的時候 有沒有強烈的強調 公開的陳述 就是我們到任何地方去 大家都是心裡有數的 我們不用刻意去強調這句話 但是以我來講不要講智庫 以我來講我見到大陸的領導 我非常明確的 我是從台灣來的 我是中華民國的一份子 我所受的教育 就是受到三民主義的教育 我最近才參加中山論壇 我去談的就是三民主 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現代意義 所以我們是非常明確的 表達我們的立場 我這樣說 你剛才說了 要不要去刻意說 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的國家 我只拿一個例子 我去大陸的時候 可能前兩天正好是 雙十國慶也好 台灣光復節也好 他們碰到我說 前兩天電視上看到你 我說你看到我 我在電視上我在做什麼 我是喊中華民國萬歲 我是哪兒中華民國 他有沒有看到 他也看到 但是我們都不需要點穿 因為我們所努力的是 按照我現在現有的現實 在中華民國在台灣 是已經有中華民國政府 但是歷史所留下來的 過去用軍事來解決 現在我們期盼的是和平 所以兩邊都不需要去刻意 去挑的對方的 可是我們都清楚對方的立場 社林我的感覺 我剛才聽洪委員一席話 我的感覺就是說 果然民進黨 並沒有很多機會 跟中國大陸 進行相關的討論 或者是甚至一些相關的對談 如果說民進黨 真的希望變成一個執政黨 而且希望可以處理兩岸關係 而且真的希望可以做到 談判桌上的話 其實民進黨就會非常清楚的了解 你根本不要談這個事情 因為如果大家不是一個 對等獨立的政治實體的話 你根本不可能排那樣的陣仗 這就好像說你在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非常 每天你看它的新聞 各式各樣的各國的代表領袖 通通都跑去中國大陸去談判 那不會說有一個美國的 德國的日本的蘇聯的蘇俄的 的代表說 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大家坐在一起就直接談了嘛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民進黨到今天 如果沒有徹底的 把這個兩岸的問題 用一個務實的主張的話 那剛才如果說 做過海基會工作的 洪其昌洪委員 到今天所陳述的立場 是目前民進黨的底線的話 我會比較覺得 民進黨在即使是未來 2012大選 希望提供給國人一個 他覺得比較理性務實的 兩岸的部分呢 會遇到很大的挑戰 所以你要求回你的樂觀嗎 我們先回到沈大佬 問題是沈大佬丟出來的 你回答我就讓我講 我現在的立場是介乎 永平跟洪委員之間 因為剛剛永平說 我們的人去了北京 就好像德國西班牙 美國的去一樣 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我講永平你也知道 我們去的話 你明明是委員 他不叫你委員 你知道嗎 所有跟中華民國主權 有關的頭銜 他故意把它弄掉 你也知道是這個樣子 這個就好像回到 中國幾千年前戰國時代 大國在欺負小國的時候 小國的使節到了大國 用狗洞給你賺 就說你們貴國 只能派這樣的人來嗎 我覺得你這樣的比喻 又太過了 不是 都會欺負你的 他都會有一定的方法 讓你知道 你不是一個主權的國家 所以我們這邊 就要趕快培養 這樣不容易的外交人才 去了那邊 就是要不卑不亢 你知道嗎 比如說像唐江東這種人才就行了 去了以後 他要矮化我們 你就沒有給他太大的空間 這個是困難的事情 我不說這是簡單 但是也不能說一去了 就在他面前挑釁說 我啦 我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也不好 我覺得 讓我說幾句話 我覺得 我用我一個親身的一個例子 在去年十月份 我們在成都 針對兩岸的ECFA 要怎麼進行談判的時候 台灣的代表團的團長 是我們經濟部的次長黃鎮球次長 黃鎮球次長 黃鎮球次長 我們另外一個善計副主委 經建會善計副主委 他們兩個負責去 當然當時劉亦如女士還有我 我們都一起去參加這樣一會 在那個會的當中 他們兩位代表台灣的 未來進行ECFA的談判的 他們的身分是被隱藏的 這個就像是剛剛森委員所提出來的 今天兩岸要進行經貿談判的時候 我們的經濟部的次長 而且他還是常務次長 他的title在中國是必須要被隱藏的 在那兩天的conference 在那兩天的論壇的當中 成都的論壇當中 他是被隱藏的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這就是今天 中國在跟西班牙跟德國談判 他跟台灣是不同的 因為他認為台灣的主權是屬於他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們 所以回答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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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委員 我請容我說一句 拜託容我說一句 我認為只要是對等 情況就OK 剛才洪委員只講了其一沒有講其二 他們的人到台灣來 部長也不是部長 叫做什麼聯誼會會長 還有叫特約研究員 對什麼特約研究員 什麼主任也不能夠叫主任 也叫一個什麼 你隱姓埋名 我也隱姓埋名 就是說基本上我真的覺得 洪委員也好沈大佬也好 他這個對等呢 是他們想盡千辛萬苦的辦法 如果我們去談判 大家可以用政黨的平台 那黨職通通都是OK的 政黨的這個黨職 我想郁主席非常知道 那如果大家是政府的職務 那非常簡單公平 你去那裡呢 你隱姓埋名 那他們來這裡呢 照樣也隱姓埋名 但是呢 我們在城市的層級 沒這回事 我們代表台北市 我過去在擔任副市長的時候 他們一律也稱我副市長 他們的市長副市長來台灣 我們一律也稱副市長副市長 所以我認為對等就是關鍵 所以兩邊的遊戲規則 大家都很清楚 一樣的 好我們先進下廣告